我們三脫一啦 下一次啦 好啊 這個世界 總有一些人明明面對面 都要大大聲說話 也總有一些人 喜歡告訴別人他們看著什麼 你又有沒有想罵他們的衝動 自古以來 有一幫人 你一直無法理解 亦無法接受 但他們 正正是地球不可或決的 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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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說起我就生氣了 煩就煩一點 不過其實也不錯 朋友平時說話很大聲 我真的聽不到 我最討厭的是這些人 我常常聽到一個C-Lighton說 減價 什麼 不知道哪裡有東西送 說話不用這麼大聲 誰都聽到 真的覺得很Alpha 但其實他在保護你 面獸地球上最恐怖的生物攻擊 你又知道嗎 這個世界最恐怖的生物 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生物 全球每17個人 就有一個是死於他們的口中 科學家發現 原來在特定的音頻裡面 可以限制他們刺旁的活動 令他們覺得嘔心甚至死亡 而能夠發出這種音頻的生物 就是經過時間沉澱 擁有熊運得利又刺耳的聲線擊他們 他們還研究出透過不同位置 發出音頻共振 達至更廣闊的滅蚊區域 大大壓縮蚊的生存空間 而有時候他們叫到累 更加會用自行研發的聲頻武器 進行循環廣播 保護周圍的人類免受惡溫的滋擾 所以我們以後見到這班人 不喜歡都記得要說 多謝你 欣寶爺 把這個卡還按下去 完成了 的電影 卡還在四半年 機車鐵我 另外我們不要 我們不喜歡